蒲公英,已被众人熟知,它不仅是味道苦口的野菜,也是临床上,常见药材,是一种药食良用的植物。 这几年,蒲公英的药用价值被不断的更新,很多人为了养生,用蒲公英泡水喝,那么,蒲公英泡水喝,到底有哪些功效? 一,利尿,蒲公英被称为尿床草,有很好的利尿效果,二是火消炎,蒲公英有黄浦抗菌的效果,被称为天然的抗生素,对上火引起的嗓子疼,口腔溃疡等效果卸助。 三,护肝,蒲公英入肝精,串鱼排短度,去肝火,预防肝损伤,尤其是酒精性肝损伤,蒲公英能清肝又可疏肝,凡肝中预热所见的剂造胰怒,口苦口肝口臭,咽喉疼痛,小便短翅等,均可加用蒲公英。 四,预防和改善乳腺疾病,剧本草纲目记载,蒲公英,主治妇人乳腰肿,水主治引致力消,减实度,三致气,化热度,消恶种,结合,丁种,坚持用蒲公英泡水喝,对女性的乳腺增生,乳腺炎都有不错的效果。 五,催奶,蒲公英泡水喝,对产后奶水不足,也有一定的帮助,有一项研究,四十粒全乳产腹使用蒲公英,结果三十八粒在连服三进后,乳管畅通,乳质充盈,两粒再服武技时,乳管畅通,乳质增多。 六,养胃,去喂火,蒲公英可杀面幽门罗版军,对预防和改善了盐,喂溃疡等有很好的效果。 据伊林转要记载,蒲公英补皮和喂,卸火,蒲公英未味痛之佳品。 七,改善口臭,蒲公英对于喂热,干火大引起的口臭,有很好的效果。 福天理,经常上火的人,可以坚持用蒲公英泡水喝。 蒲公英功效多,却有五类人不能喝。 蒲公英,性肯,胃苦,肝,具有精热解度,消炎散结,利尿消肿的作用,却不是所有人都能享有。 一,脾胃虚寒者不喝,否则可能会出现腹痛,腹泻等反应。 二,酒病治人不喝,酒病的人身体很多较虚弱,需要更多阳气,而蒲公英属寒,会伤阳气。 一,让病情不易好转。 三,慢性肠炎者不喝,蒲公英未寒性食品,患有肠炎者不要喝,可能会加重腹泻症状。 四,滴血压者不喝,蒲公英泡水有一定降压作用,所以滴血压者慎用,尤其是夏季。 五,过敏症不喝,若喝蒲公英水出现寻麻疹,沉沉扫痒等过敏反应,建议不要喝。 教你三招帮助你降低蒲公英寒性。 第一招,与白莫莉花搭配,白茉莉花,又称为茉莉。 性温,与蒲公英也搭配制成蒲公英白茉莉花茶。 客中和蒲公英的寒性,每天二到三克,可反复冲泡,二者搭配,舒肝解育,养胃等方面,功效更强。 白茉莉花,有瓶肝解育的作用,所含的挥发油性物质,具有形器止痛,解育散结,跟理气安神,术化情绪的作用。 白茉莉花,还可组温脾胃,又化湿和中,理气解育之效,常用于脾胃时着不化,少时晚闷,突泄和夏丽浮痛等症。 第二招,与茨莉花搭配,茨莉花,又称为眼生小玫瑰花。 性温,与蒲公英跟搭配制成蒲公英茨莉茶,可终合蒲公英含性,每天二到五克,可反复冲泡,二者搭配,舒肝,消炎等方面。 作用更好,更加适合女性饮用。 茨莉花为清,干,具有理气解育,化身和中,活血化育,所谓无育不成斑,又半滴有育。 不仅能将身体里的垃圾消散掉,还有抗菌消炎等作用,对女性痛经,复刻炎症,有一定辅助的作用。 第三招,将蒲公英液或根发酵处理。 发酵处理后的蒲公英液或根,制成蒲公英红茶或蒲公英跟红茶,大大降低了蒲公英的含性,更适合长期饮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